在我国古代有很多刑罚,其中最古老的要属痴刑,这种刑罚始于战国时期,先于西汉时期。 痴刑在古代诸多刑罚中被称为最轻的刑罚,其实痴刑说白了就是打板子, 一般都是对犯人的背部、腿部或臀部施此刑罚,唯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需要退去外面的衣服, 所以在当时很多女犯人都不想受此刑罚,他们认为大庭广众下退去衣物受罚是很大的耻辱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痴刑到了隋唐宋朝慢慢开始变得越来越重, 瘦刑部位由背部慢慢变成了脊部,在当时死于痴刑的人更是不计其数, 基本上痴刑就算是那个时候非常重的一种刑罚。 如果说重刑,在古代的五刑中微微绑守的就是昆刑。 昆刑其实就是剃头发,有的是全部剃掉,有的则是剃一部分。 这种不流血也不受聚的刑罚却被称为史上最重的刑罚。 这是因为身体发肤受制于父母,古代人觉得剃头发是对父母的不孝,是对人的一种侮辱。 俗话说,是可杀不可辱,这样侮辱一个人还不如直接将他杀掉。 随着朝代的更替,这种刑罚也慢慢延续了下来,甚至到了清朝每个人都留着大辫子。 这是杜尔滚在清津入关后,为了羞辱汉人,就对整个汉族都实施了昆刑。 满头的头发剃到只剩下脑后面那一块,再把头发编成辫子。 这种头发又叫金钱鼠尾,由此可见,在古代昆刑却是比痴刑还要残忍。 虽然昆刑没有像其他刑罚那样要受皮肉之苦, 可是却能深深地刺同人的心理,让人觉得是一种侮辱,因此称昆刑为重刑一点也不过分。